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四中五主要是会介绍一些课外的多元性的趣味性知识 一方面希望可以鞏固到他们课内的一些学习 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拓展到他们的文学视野 令到他们在课本类的知识之外 还可以吸收到更多不同的知识 而至于中六的同学呢 因为他们就来DSE考试了 我们的主要目的呢 都是用一些比较认识式的 比较补习社式的那种模式 去令到他们在短期内 去掌握到一些考试得分的技巧 根据两个学期的试验 这个课程的成功都是非常显著的 首先对于我自己来说 身为一个教学者 我在这个课程当中 其实是有很强的满足感 因为我不单单可以去设计一些有趣的课程 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同学的程度 去设计一些不同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方面可以见到自己的教学理念的实践 而另一方面呢 亦都可以见到学生的进步 这个过程是非常之满足的 我慢慢可以见到一些 曾经对中文科完全没有兴趣的同学呢 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是愈来愈积极的 而且有一些同学呢 在诗底下甚至乎会拿自己的作品 去给我批改 和去给一些建议他们 而且在前一段时间 有同学甚至乎是去尝试自己的第一步 去参加出面的一些中文科的写作的比赛 例如中二级的黎永英同学 以及中四级的周海逸同学 他们前一段时间就参加了 曾振一博士基金所举办的 一个微型小说的比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是非常之用心去书写和收据 而且最后也交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个比赛暂时未公布结果 但我相信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一次非常之好的锻炼机会 和学习的经验 最后我代表领南中荣光博士 纪念中学的老师和同学 向南氏基金再次表达我们的借意 大家好 我是岭南中荣光博士纪念中学 英文科冯永恩老师 我非常感谢 南氏教育基金给我这个机会 在岭南中荣光博士纪念中学 任职英文科助理教师 我除了有受教初中的英文科之外 亦是有负责学校为高中生而设的 图书馆增认班 我认为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更加了解 学生在英文学习上的困难 从而是制作相应的教材 去帮助他们提升 英文科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 和是更加巩固他们语文上的根基 我在课堂当中也都观察到我的学生 是被我的反应相当之投入和积极 例如他们会很喜欢 在小班教学的环境下 更加踊跃地发问和发现 而且更加踊跃地尝试 运用英文和老师和同学作出交流 我目睹到同学在英文科上的成绩 有所提升和进步 亦都感觉到非常鼓舞和欣慰 因此我想感谢临时教育基金 被带这个教学的机会 是实似我毕业之后 想成为一名英文科老师的梦想 我亦都代表 领南中荣光博士纪念中学的学生 对临时教育基金作出的支持 而作出感谢的 多谢 即使日本学术的学研讨 另外除了堯监 encontrar我技术 包括其中一个牧場 你看到那些象律 比如 desire which I struggle the most. The teacher helps us brainstorm useful ideas in class and provides us with helpful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vocabulary. I really hope to join this sort of English course in the future and meet teachers who are approachable and help me constructively. I think the English course in the library benefits my English learning a lot. This really helps me establish a better language foundation and enhances my confidence in taking the public exam. Class size is small. Lessons are very interactive. I am abl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In the past, I did not ask questions in English lessons because I thought I looked stupid. But Ms. Phong has given me the courage to do so in her lessons. Thank you. .